在2012年有一部神奇动画 美少女死神还我H之魂 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良心的福利动画之一 怪物会龙解衣服 战斗受伤就会报义 就连雨天尸身都在哪个怒尾诺线 如此写实的动画可不多见啊 你再也见不到他打不破的绿巨人排短裤 男主家和良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高中生 但跟其他高中生他却有独特之处 因为他是学校出了名的色狼 他跟其他生世不同 他不会隐藏自己内心的H想法 只要看到跟H沾边的东西 就能浮想连篇 并直接当场脱口而出 这让学校的女生都很讨厌他 但唯独青梅就很喜欢这样的良界 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男人很真实 一天放学回家下起了大雨 良界发现自己家门口 竟站着一位显得落寞的红毛大姐姐 他全身都被淋湿了 但那为落宪的模样让人心疼 于是良界便赶忙上前邀请大姐姐进屋 洗身子暖暖 这女孩也是主动的很 净乎二话不说就直接扑到良界身上 还没等良界兴奋 之间一把剑凭空出现插在了良界的胸口 等他回过身来是被女孩狠狠地踹心 而胸口的大宝剑早已不见 女孩也换好衣服 居高临下地说出了良界的所有信息 并自我介绍 她是来自死神界的死神名门 名叫丽莎拉 这次来人界是需要寻找拥有强大灵力的特异者 但在这之前 她需要先找到能给她提供在人界生存的灵力功绩 因为死神在人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消耗灵力 而人类身上就和死神所需要的灵力 一般来说就要等人死的时候 死神才会来收取人类身上的灵力 但现在丽莎拉有任务在身 所以她便找到了良界 用刚刚的把大宝剑与良界签订契约 成了丽莎拉的灵力供给 而人类的灵力源自于生活的远动力 说通俗易懂的就是 一个人为什么而活 再朝这个方向靠近 就会获得灵力 听完丽莎拉的介绍后 良界根本就不相信 可下一秒 就有怪物嗅到丽莎拉身上的死神味道 丽莎拉瞬间变身 那巨大死神镰刀以及怪物的出现 那良界不得不相信丽莎拉说的话 可因为来到人界 灵力被削弱的丽莎拉根本打不过怪物 身上的衣服开始不断破碎 露出了白细肌肤 那良界忍不住了产生的遐想 身体上有了某种反应后 良界身体已经爆发出精灵的灵力 于是丽莎拉借用良界的灵力打败了怪物 这个情况上丽莎拉很费解 因为良界的灵力她才刚刚调用 一般来说恢复灵力需要一定时间 可良界却不仅恢复 还爆发出如此精灵的灵力 原来良界的生活原动力就是色欲 只要跟H沾边的东西 就能让她产生对生活的向往 从而爆发出巨大的灵力 但目前丽莎拉还是着急找出特异者 因为一个特异者就拥有平美上万能的灵力总和 她急需这份灵力来帮助自己的家族 可良界对H的事情很有兴趣 但帮丽莎拉找人就没兴趣了 但丽莎拉却透露一个信息 良界其实就有三个月的寿命了 如果在这之前找到特异者 丽莎拉会用一部分灵力帮良界续命 一想到自己还有好多功后事没有做 良界着急不已 于是只能答应丽莎拉的要求 为了方便找出特异者 丽莎拉干脆转校来到良界的学校就读 良力的外表很受同学欢迎 而只需要跟人握手 丽莎拉就能知道对方是不是特异者 不过丽莎拉的身份最后 还是被良界的青梅给发现了 她无意中目睹了丽莎拉使用魔法的瞬间 所以来到良界家中逼问相亲 得知情况后她也热情地打算帮忙 但殊不知其实新梅家也有一个死神 还是丽莎拉的表妹 囚娥 但娘女的关系却一点都不好 因为囚娥是玩脸老二 家族都比较看重丽莎拉的天赋 于是囚娥来到人界第一件事 就是搞事情 也有丽莎拉灵力削弱的空档 打算除掉她 这样家族继承人就会是她的 果然这次战斗 丽莎拉根本不是对手 但是别忘了丽莎拉 可是拥有一个HG魂的移动充电宝 在良界的插路下 丽莎拉逆风反反打败了囚娥 只有良界的偶像举行了签名会 她带了丽莎拉去参加 结果没想到 自己喜欢已久的女神伊丽莎 竟然也是死神界的死神 并且还是丽莎拉死对头 恶人一言不合就直接死神换装 但是有移动充电毛的丽莎拉 本就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伊丽莎并没有就此放过丽莎拉 只要能让丽莎拉不顺 就是她最大的安心 所以隔天伊丽莎也转学来到良界学校 势必要在丽莎拉之前找到特异者 而由于是人界偶像 所以伊丽莎的人迹远超丽莎拉 甚至来到学校 伊丽莎主动搭讪良界 这让丽莎拉气不打一出 高傲的她直接不想打理良界 独自去寻找特异者 却被怪物攻击 没有移动充电毛的她 根本不是怪物的对手 而良界此时 正在被仓库被伊丽莎不断勾引 虽然身体有了很大的反应 但是伊丽莎却从她身上找不到任何灵力 正好这时有人来告诉良界 丽莎拉出世了 与着良界赶过去后 就看到衣服被融化的丽莎拉 这一幕让良界的宫口幻想大爆发 天天爆发出惊人的灵力 原来不是她没有灵力 而是对伊丽莎没有感觉 这真是大大的耻怒 更耻怒的是 伊丽莎因为受到刚刚战斗余波的影响 胸前那堆脂肪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来她一直用幻术制造了假象 受作的她头也不回地哭着离开了 难怪良界面对伊丽莎的诱惑并没有产生灵力 为了丽莎拉可以不被怪物和死对头针对 良界甚至开始苦修拱口支持 就连做梦都在不断幻想 但是这种事即便是幻想也很伤身 良界最终在一次战斗中昏厥过去 可是内心却极度想要保护丽莎拉 于之后身体迸发出精灵的光芒 良界进入身体内拔出了一把大宝剑 随其一道能量直接秒杀了怪物 这一把剑并不是丽莎拉之前插入两界身体的那把剑 而是那把断剑的另一半全名格拉姆 当时这把剑被一分为二分给了死神界的女系男系各一半 丽莎拉没想到男系的那一半竟在良界身体 很显然良界的身份并不简单 于是良界赶忙联系母亲 从母亲那得知自己的父亲其实没死 当时也是一次雨天 母亲和父亲偶然相遇 看到父亲那帅气的姿态 母亲竟主动打扇父亲 之后两人发生了关系 而父亲也是知晓良界存在后 天说有东西要送给孩子 于是乎母亲胸口又被插入了一把大宝剑 随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但丽莎拉却可以确定 良界父亲肯定也是死神界的人 良界顿时优越感十足 她可是人类和死神的混血 而死神界的反派也得知了另一半的短见 就在良界身上 于是开始派出怪物打算抢夺格拉姆 怪物的实力也是越来越强 良界的灵力消耗也是越来越多 她的寿命只剩两个月左右 灵力加速消耗也只会让她更早地踏入死亡 但为了保护丽莎拉 她却不管不顾 以至于反派派出的怪物 只能让丽莎拉的衣服破掉 发发福利 伤害是一点没有 最终反派老大亲自出马 奴走了青梅 打算用她来让良界主动交出大宝剑 反派的目的是拿到格拉布 来挑起死神界的战争 所以丽莎拉认为营救青梅的事 要从长记忆 可是死神界的安危跟青梅的安危 良界想也不想就知道赎金赎重 于是打算只剩一点去找反派 结果独独出现的怪物 就是险些要了她的命 幸好叔父亲给了大宝剑保护了她 而丽莎拉也随后赶到 带她回到自己的家族疗伤 其实这疗伤的方式有些不太正经 这件死神女仆伸出舌头 然后一段不可描述的画面过去后 两件突然拉了 她受的伤虽然恢复了 但是却有了后遗症 整个人好像在害怕什么 于是乎丽莎拉只能自己去营救青梅 她找到死对头伊利亚 还有家族的军队 一军人与反派展开了较量 却不知道青梅早就偷偷溜了出来 可一届凡人根本挡不住两军战斗的余波 一个不小心 青梅就从高处摔了下来 结果身体已经奋发出惊人的灵力 原来所有人在寻找的特异者就是青梅 而丽莎拉却在敌军大本营寻找青梅 却被伊利亚陷害带到一处陷阱 怪物也是很恶趣味 而丽莎拉折磨得苦不堪言 没想直接走掉伊利亚 最终还是两心过不去 想到丽莎拉被自己针对还能信任自己 于是最终出现救下了她 两人继续深入 在这期间即便是反派老大 也没办法控制青梅 所以只能把目标再次转向大宝剑格拉姆 只要杀死丽莎拉 她便能夺取良界体内的大宝剑 没有良界的丽莎拉根本不是反派的对手 关键时刻是良界赶到 原来在前一晚 丽莎脱关了一步打算现身鼓励良界 结果却发现良界之人虽压后色 可是除了丽莎拉以外 根本没有人可以唤醒她的H之魂 丽莎一想到丽莎之身一连去营救青梅 就担心她为命丧于此 虽然自己跟她不合 但毕竟还是亲人 在听到丽莎拉独自面对后 良界也终于醒悟 可是却被丽莎拉母亲拦住 她也认为良界没有能力保护女儿 过去只能是添乱 甚至还用身体魅惑良界 为了在岳母面前证明自己 良界表示借的大宝剑很硬 逃出来后竟是完整的格拉姆 这下岳母没有再阻拦 而彻底觉醒了良界 凭借对丽莎拉的攻口幻想 因生生之间秒杀了反派老大 然后毁掉她身后内扇通往人间的大门 在临死前她说出了真相 死神王主因为不断同情人类 所以延长了很多本该死亡的人类寿命 这个行为严重恼乱的秩序 因为死神界的存在 必须需要人类死后的灵力 王主的同情让死神界慢慢开始崩坏 打开人间大门 就是为了让灵力灌输到死神界 所以反派老大并不是坏的 她的目的只是拯救死神界 而这场战斗后 良界昏迷了一周 她的灵力消耗巨大 等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灵界 但是她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因为戟女的神情怪异 因此家里的通俗设备都消失了 就连她要出门都会被百般劝阻 甚至戟女不惜用身体作为奖励 只为让良界留在家中 直到一位紫头发的死神少女出现后 良界才知道戟女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原来这个少女是在收取良界的灵魂 自动良界打开了良界大门后 人类之边又被死神强制回收之前延长了寿命 巨大人因此突然死亡 虽然她的寿命本来就到尽头了 可人类之边却认为是死神单方面的虐杀 现在良界的灵魂也要被回收 她的寿命只剩下两个星期 一想要因为自己害死了多少人 良界整个人又拉了 美瑟现在对她也不好使了 但希望母亲赶回来 让她答应与青梅的约会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营救良界 那就跟青梅约会 然后接受青梅 利用青梅对良界的爱 决心特异者的领利 这样就可以延长寿命 可是这对丽莎拉来说太不公平了 她早就爱上了良界 却要看着心爱之人跟别人约会 但没有办法 可没想到良界之人很轴啊 她也喜欢丽莎拉 于是面对青梅的告白 却直接拒绝 为了不让心爱的人伤心 也因为用死证明 爱了爱了 于是没有灵力供给的良界 最后倒地昏厥了 此发少女也来勾去良界的灵魂 结果格拉姆竟做出反抗 但这只能拖延一下时间 结果伊莉亚也插手阻拦了少女 但是因为少女灵力是无限的 所以伊莉亚也只能做到拖延时间 但就是这拖延的一伙儿时间 青梅竟决信了特异者的能力 只因为一封来自三个月前的回应信 虽然不是真正的接受青梅 但信中也表达了对青梅的感情和回应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两人之间的一切 由特异者引力的理工 丽莎拉与灵魂周角 来到一空间 找到了良界的灵魂 在大胆告白回应良界的感情后 她还是不愿意回去 打算以死来偿命 最后丽莎拉放出大招 懂得都懂 良界也才想到自己真的 还有太多事没有做 那些H的事情 自己都只是幻想过而已 果然老生日的心是最转意的 对H的执着 让良界的灵魂回到了现实 二次神剑那边也出了新政策 来回应能界 两边最终没有闹出战争 而良界的生活 别体有多快乐了 除了跟丽莎拉那没修没四老童 去生活以外 其他旗女也还是在她身边 继续晃悠 记个修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虽然这部番主要确实是在卖福利 但后续的剧情也当年挺感动的 因为前期太多福利画面 一句让很多人一仰急就气的 那位就是纯无脑的肉番 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宫脉漏 谁也没想到最后还整成了纯癌 青梅不及天降 这也没有明文规定 可是男主就是很轴 但这其实也是我思想太无 有人吐槽这部番不适合孩子看 本身就不是受众他们 战斗暴衣这也是贴切的我记而已啊 另外男主没有乱开后宫 而且里面的妹子也不圣母 每个人物都很有节操 就连反派也是如此正义 除了画面太多福利以外 我感觉比一些猎奇黑化的动画 其实会更好 因为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至于观影体验如何 来得各位看客老爷体验后再说啦